我現在要教的是色光跟顏色 這是牛頓大哥發現的 他說看起來是白白的光 經過三明鏡兩次折射之後 會散成七彩顏色的光 這個現象叫色散 牛頓大哥做實驗 不時這樣做 他做的方式是 一個光先進來讓他散成七彩光 這樣就還要再匯合變成白色光 所以證明你平常所看到的光 其實是七種顏色光所混合合成的 只有不同顏色光混合成 你現在所看到的光 這種光是你看得見的 叫做所謂的可見光 可見光你看得見 你會讓你產生視覺的光 叫做可見光 這些紅唇黃綠藍電子的 就是所謂的可見光 但是還有很多光是你看不見的 他看不見的 他看不見的不可見光 像我們後面會一樣 紅外線跟紫外線 就是你看不見的 看不見的 我們前面給各位看過這個光譜 他們看過這個光譜 光是電磁波 電磁波有很多 平律跟波長 平律波長有什麼的 無線電波微波 S-ray TOM-ray 對 中間只有一小段 中間只有一小段 人的眼睛能夠感受到 那叫做可見光 其他的都是你看不見的 看不見的 為什麼會有色散 就是因為不同頻率的光 進到切直之後 他的波數會不一樣 因此折射的情況會不一樣 經過兩次折射都分開來了 所以叫做色散 叫做色散 所以 不同顏色的光 同樣是玻璃 或同樣是水 不同顏色的光進去 他們的折射情形不同 因此有所謂的色散 天空為什麼會是藍色的 跟色散有關 為什麼會有彩虹 也是跟色散有關 彩虹要到高中才會交 彩虹要到高中才會交 國中就有聽過 國中就有聽過 國中就有聽過而已 因為你特別交彩虹怎麼回事 所以 是因為折射情況不同 所以會有色散 基本上 你看到東西的顏色 就是它發出去的光 或者是它反射的光 或者它透色的光 玻璃是穿過的透色 石頭是反射 或者是蠟燭 它本身自己會發光的 反正它什麼樣的光 進到你的眼睛 你就看到什麼顏色 所以為什麼看起來 它是一個紅色的紙 因為它反射了誰 反射了紅光 它反射紅光 吸收其他顏色的光 所以你看到它是紅色 為什麼它是一個綠色的玻璃 不然是一個綠色的玻璃 因為它只讓綠色的光 穿過去 只讓綠光透色 其他的光都被吸收掉 所以它看起來就是綠 所以綠光近眼睛就看到綠色 紅光近眼睛就看到了紅色 如果所有的光都被吸收了 完全沒有光 就叫做黑的 所以世界上 並沒有所謂的黑色的光 沒有黑色的光 黑色就是沒有光 黑色就是沒有光 沒有什麼黑色的光 黑色就是沒有光 沒有光 進到你的眼睛 你對它是黑的 那所有的光都反射 又變什麼顏色 白的 就是白的 白的 所有的紅色的黃綠藍變紫 七種顏色光混在一起 一起進來 它就是白色 白色 這就是考試要考的題目 考試要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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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光照在藍紙上 白光照在藍色的紙上 請問你 藍色的紙呈現什麼顏色 藍色 8號 8號 白色的光照在藍色的紙上變什麼顏色 你不用加蛋 那如果藍色的光照在藍色的紙上 那這個藍色的紙呈現什麼顏色 29 藍色的光照在 藍色的光照在藍紙上就變成藍色 前面為什麼白光照在藍紙上是藍色 因為白色光就是有七彩紅塵黃綠藍的變紙 而藍色紙就是它紙上的紙上是藍色 只反射藍光吸收其他光 所以白光照進藍 其他光都被吸走了 只有藍光反射 所以就看它就是藍色 那藍色換成藍色沒有問題 所以還是藍色 那如果所以按照這個想法 紅光照在藍紙上 紅色的光照在藍色紙上 它會變成什麼顏色 16號 16號 紅色的光照在藍色紙上 它是什麼顏色 啥顏色 黑色 請坐下 為什麼 為什麼是黑色的 為什麼是黑色的 因為藍色的紙 只反射藍光 吸收其他的光 所以紅光照下去被吸收掉 沒有光線反射就變成黑了 我說過了 考試就考這個 考試就考這個 啊 什麼紅光照一個紅花綠葉 然後照一個紅光會變成什麼樣的什麼樣的花什麼樣的葉之類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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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現象 还是旧的 其他都换成这种新的 右边这个新的 因为那个新的 因为新的比较省变 现在都换成新的 它是本身就是八高二级 本身就可以产生不一样光 旧的是后面灯泡是一样 前面压克力的版的颜色不一样 红色版就算是红跟 黄色还是算是黄跟 黄跟这样子 右边那个看起来比较不灭 街头 卖西瓜的小伴 就拿一个淡红色的光去造西瓜 西瓜看起来就会比较红一点 看起来就比较好虚一点 好虚一点 好 受到红尘黄绿蓝电子的七种颜色光上去 哪一种颜色的光 生长最差 这主要指的是 所谓的会形光合作用的 绿色绿色植物 绿色植物 绿色植物 好 哪一种放下去 情况会不好 不好 好 为什么 绿色的东西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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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要问 欢迎 三一 三一 五 三一 五 五 五 你说红色 停一停 起来起来起来 你说红的 为什么是红的 为什么红的 你说什么 绿色的会 绿色的树叶会反射绿色的光线 所以 它的吸收光的情况最差 没有吸收光 然后所以就没有行 怎么作用 所以呢 肤体情况会最不好 好 最不好 有人有问题吗 有人有问题吗 什么意思啊 绿色的树叶 反射绿光 你会看到它绿色 就是它反射绿色的光 所以绿光照它会反射回来 直到没有吸收光 所以没有吸收光 它要吸光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来 考试考 这个 红色苹果在日光灯照下变红色 隔着绿玻璃看红苹果会变成什么颜色 隔着绿玻璃 隔着绿玻璃 再开出 它会不会变成什么颜色 垃圾人 答案 答案选出 绿色玻璃只指透色绿光吸收其他光 红色的苹果只反射红光 所以红光经过绿玻璃就被吸收掉 没有光过来 所以就是黑的 暗示你白色光照一朵玫瑰花 玫瑰花变红色 改用蓝色光照它 可能是什么颜色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答案可能会有一点变化 比如说它如果是白色的纸 红光照就是红色 另外就是绿色 有些不会 你说我是红色子 红光照红色 照到有点黑色 要看看情况可能会怎么样 好给白色照玫瑰花 花变成红色 蓝光照它会怎么样 变成啥颜色 就讲过就是 32号 哦 后332号 很虽然 匀是好红色 同大后来 Oracle的 Brown 多两尾 超红色 不是要不吵 他说我 答案 晒 Ow 再一个男 答案 丢过去你 你先反应给死 你先攻击 你先攻击 我先攻击 我先攻击 没攻击 没攻击 你攻击 你选星 白色就是有红尘黄绿蓝变子七重颜色的光 照在一个东西上会变成红色 表示那白面是红色 它只反射红光 七彩的光照下去 只有红光反射 所以它是红的 它是红色的 它是红色的 所以用蓝色光照它就被吸收掉 所以就变成灰色 就变成灰色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